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哎妈 我一天老听别说小刚报小刚报天天挨揍 天天挨揍 你说我这挨揍 你这么衰个人吗你说 班主同伙好的 这挨揍 你真心疼啊 你赶紧紧紧 把扫去 你就就前面 什么玩啊 人家 你坐吧 坐坐坐坐 哪呢 快快点 前面左轨就是 你这考试考怎么样啊 哎呀 别提考试了 你就提打架的事吧 你说 今天呢 孩子考试 这也不知道考咋样 这现在都这么晚了 咋还没回来呢 哎呀 这太让人操心了 这都几点了呀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站住 站住 咋无脸干啥呀 没事 妈 你无脸干啥 手拿下来 拿下来 我看 哎呀 妈 这咋 咋的啦 没事 妈 我冲墙上来 瞅瞅你 你再走道你睁点眼睛啊 老咪的眼睛走道干啥呀 那行 那 那你一会擦点药膏啊 妈那饭也做好了 行 我吃饭去了 妈 哎呀 行 没事 你再擦点药膏 哎 干嘛呢 就躺家 妈 就躺家 怎么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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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假的说不 没 哎 对 一会儿 爸 你多额点钱 额什么钱 额钱 你想的没用呢 敲门去 爸 你敲 你敲 你去敲 完蛋了 你敲啥 哪有那么敲门去呢 谁呀 来一揍 王叔 谁呀 你干啥呀 挺震惊啊 不是 你谁呀 你谁 你不知道我谁吗 你是谁呀 不知道 告诉我谁 我的爸 他是我儿子 我是你爸嘛 我是你爸嘛 我是他爸 不是 你 你上我家干啥呀 谈事呢 你儿子给我儿子打了 打了 嗯 不可能 看眼睛没 看了没 看了没 走点 你指定是误会了 我儿子特别老实 他不可能打仗啊 我误会了 你儿子他人叫什么名儿 董明依 给他好处看看饭 等会儿 没用 说别的没用 明依呢 明依 哎 你出来 来 出来 快快快 快 干吗 你看看你认识他们不 就他爸 就你个儿子送了 喂 走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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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找我家了呀 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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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动手 停不停啊 你干什么玩意儿 我 你打不关心了 我给你干 完蛋了 你看见没大嫂呢 看见没 你儿子聪明不 为了跟我儿子干账 把头都剔了 我耗不着 看见没 你这样 我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儿 你先别激动啊 什么激动不激动的 你说 到底咋回事儿啊 妈不怨我 怎么的啦 她骂我 我才揍她的 妈疼了 妈呀 骂你啥呀 你就揍人家呀 她骂我 她骂我 有妈咪爹 大兄弟 大兄弟 你看 这可能 这之间都有什么 这两个孩子 可能都小的不太懂事儿 要不明天 我让我儿子 把头发留起来 行不行 然后 让你儿子天天好 是吧 儿回把头剔了 要不然 你看也把我儿子打了 就扯平了吧 那不扯平吗 啊 那能不能好扯平吗 这眼眶还揍得 看见没 这湿一张手怎么办呢 这我亲儿子 是 那大兄弟 那你说 你这公私了就完了 别的没用 那公私了咋讲啊 公私了咋讲啊 公私了就是 不让公安局来办呗 把这整个重伤害啥得 那可不行 不行不行 那私了呢 钱呗 妈咋不给这钱 别吵吵 那得多少钱呢 多想我儿子收拾饭 多少钱 两块 正好阿姨这有五块钱 你去下 他说两块钱 最少两万 哦 少一个数的包市 多少钱 两万块钱 大兄弟 你看我们家 也不像能拿出两万块钱那样 你就别说两万了 你就五千 那就五千吧 大兄弟 我是说五千块钱 我们也拿不出来呀 是不是放额呀 咱俩谁额呀 我额你人的意思的 那我真的 还有活动 哎别的 哎别的别的 大兄弟咱来商量商量 大兄弟 别干嘛 大兄弟 大兄弟 妈 妈咱不给他退一点 妈 哎 现在到底还没给什么 我什么事 我真的不是这么说 你帮助的 但是 对 你 estamos reli 能不能够 我 你 人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谢谢你叔叔 是你两个人事之所以 大曹我听明白了 你家我大哥是为了救一个小孩才走 是吧 那我问问那孩子 当时我大哥救那孩子 你家里人没来感谢你们 哎呀 我们也不徒于那个呀 最起码姓什么你们知道吗 后来听别人说好像是姓周吧 姓周 也不知道这孩子应该长多大了 你一拿 快谢谢你叔叔啊 谢谢 儿子啊 跪下 我让你跪下 帮你虎啊 我也搭跪什么玩意儿 儿子 这是你的救命儿人吗 当年被救的孩子是你呀 救吗 救吗 快起来 起来来 哎呀 都长这么大了 哎呀 太好了 老董啊 你在天上你看看吧 你这好人没白做呀 咱们现在 两个儿子了 妈 妈 妈 真不错 这个作品真不错啊 咱们听听一下我们推荐人 赵文卓老师 您对这个作品 是怎样点评的 啊 过期享年 喝家都保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凉茶领导者 家都保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 本山选谁上春晚的 第二季 真不错 这个作品真不错啊 咱们听一下我们推荐人 啊 赵文卓老师 呃 您对这个作品 是怎样点评的 啊 头一次看小沈阳演这么 啊 激动感情戏 啊 这个 我觉得 非常好 啊 非常感人 尤其那一巴掌 嗯 那一巴掌真的那么下狠手 不下狠手 他到不了一定的高潮 另外两个助演 也非常的出色 嗯 啊 在你们在纠缠的时候 你们在呃 虽然是在纠缠当中 但是有表现一种 小孩子打架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作品 好 谢谢赵文卓老师 当然沈阳这一巴掌 也是在那种情绪当中 嗯 在人物当中 对对对对 我们听一下啊 自己的推荐人 梁洪达老师 是怎样点评的 我是能说 主演给力 助演也给力 你主演 我现在感觉 春阳的戏 是真好 嗯 他能一下子 把你直接带到 这个悲剧场景当中 春阳是刚才 这个小品的灵魂 是他一个人 把这个作品 直接往前推的 非常好 那么主演这一块呢 两个人这个 无论是打呀 还是摔呀 还是被打 都特别特别真实 这往往我们看 说演员在台上做戏 做成三分样就可以了 但这个两人 是做到了七分八分左右 所以才让我们感觉到 他们演这两个孩子 无论是淘气呀 还是倔强呀 都那么真实 尤其是这个三毛 他演这个人物 因为你这个面相 实在是 一开始大伙都进不来 可是演着演着 把大家真就带到 那个家庭很苦难 很倔强的儿子形象倒是 所以看到这么一个 惹人灵爱的形象 我都想献献爱心 你毕业以后 我给你找出工作吧 上下山当会计吧 是吗 还是奇怪的 好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我们的观察员 李香老师的点评 这个小品特别感人 尤其是在妈妈 跪下的那一刻 真的 那眼泪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语言 那个情绪就到那了 然后后面再有一大堆的 这个春阳的那个台词 我觉得他的台词功力也非常好 每一个话都打到点上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沈春阳的表现 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谢谢李香老师 最后我们来听一下 中级评审本山老师的点评 这个作品呢 很好 我倒觉得就是 你们俩要都是戴上红领巾 或者是回到那个小孩的年代 就是特别小 就能好一些 一中学要这种打仗就有点 就不懂事儿的 其实爹 那一个嘴巴打的吧 虽然说挺解渴 他不如直接老爹就跪到那儿 他会更感人 但是整个的作品 几个人都以表演 是非常好的 我记得上一场 沈阳和春阳的作品 就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分数 我觉得相信这一场 会打动我们四位评审 特别是我们的中级评审 赵本山老师 赵本山老师 已经在为沈阳和春阳这一组 进行打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李香老师 为沈阳和春阳打上的 观察分数是多少 我觉得他们的今天表现 真的非常的完美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缺陷 但是不影响 整个作品的表现力 所以他们的分数是 十分 就是本场我们观察员 给了第三个满分 是 好 谢谢